男子带队捕捉巨虎 结果却误害了自己的妻子 深感自责的他放下猎枪归影山林 然而之后发生的事迫使男人重新拿起猎枪 男人叫德书 他是朝鲜有名的捕猎师 一次狩猎中 德书发现猎物是一头有着两只狐仔的母虎 一时心软的他准备放走猎物 可两只狐仔在这时突然出现 这让护子心切的母虎扑向了德书 为了自保他只能开枪 因为不想取母虎性命 所以这一枪并没有打中他的要害 正当母虎颤巍巍地站起来时 变故却在此时发生 德书的同伴赶来把他击杀 随着母虎的倒下 两只小狐仔也跑到了妈妈的身边 其中一只独眼虎更是冲着德书嘶吼 眼见同伴又将猎枪对准了两只狐仔 于心不忍的德书连忙制止 他将两只狐仔带到一处山洞 还时常给他们带去食物 靠着德书的救济 两只狐仔熬过冬季 然而当德书再去山洞查看时 却发现一只小老虎已经死去 而那只独眼虎仔也不见了踪影 这样的结果虽然早有预料 但他还是忍不住的失落 此时的德书还不知道 自己与这只独眼虎将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 时光荏苒消失的虎仔逐渐长大 身形巨大的他成了虎中之王 之后更是被村民称为制衣山的山君 这天德书又带着人去捕猎 结果围猎行动中发生失误 赶虎人竟将老虎赶去了村子 当德书赶到时悲剧已经发生 大量的村民另丧老虎锯齿之下 就连当初的同伴也被抓伤 他一见德书便让其去追捕老虎 谁知追捕过程中 德书不仅没有成功猎杀老虎 反而误杀了自己的妻子 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因为在他的身后传来呼吸声 德书知道自己落入老虎的陷阱 本以为今天会命丧于此 结果老虎竟然没有攻击他 原来这头虎就是当初德书救下的独眼虎仔 因为妻子在此次狩猎中离世 德书意识到捕捉老虎的罪恶 从此他便收起了猎枪 可日子倾庭 德书只能进山采草药换取钱粮 也是靠着这门手 他才能将儿子拉扯长大 但后来日本侵略朝鲜 就连制衣山也被他们占领 由于日方的长官喜欢收集虎皮 曾经的捕猎师便重新出山 现在的领头人是德书当初的同伴九警 多年前的狩猎行动 他不仅被山君抓伤导致灰 就连妻子也死在那次行动中 这让九警对山君恨之辱 他常常带着手下在山中猎杀老虎 可九警一直没能捉住山君 随着对山林的搜寻 他已经确定了山君经常出没的地方 于是便带着人在山中布置陷阱 但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落入陷阱的猎物并不是山君 而是他的伴侣与两只幼崽 面对被困的母虎九警没有丝毫怜悯之心 随着枪声的响起 三只老虎成了猎人们的战利品 正当一帮人将老虎抬下山的时候 丛林深处有一个庞然大物在快速的移动 其速度快到看不清他的身影 这个不明生物正是山君 他朝着猎人们的方向追去 可很快一处悬崖挡住了山君的去路 眼看着伴侣与幼崽被猎人抬走 他悲愤长笑其怒吼声响彻整个山林 都说虎若回头不是报恩就是报仇 猎人们用巨虎的幼崽作耳 结果却低估了动物的智商 一场人虎对战即将来临 猎人们将老虎抬到日方面前 可对方却要求九警务必抓住山君 隔天九警就带着捕虎队 再次来到山林中布置陷阱 殊不知他们的举动 早就落在一旁的山君眼里 他静静地看着猎人们布置好陷阱 随着夜幕的降临 猎人们在山中升起火堆 一直等到深夜陷阱那边才传来动静 本以为是巨虎落网 结果等他们跑去一看才发现是几只野狼 更让猎人们没有想到的是 虎仔的尸体也消失不见了 这场人虎对战到底还是山君略胜一筹 他将幼崽的尸体带到巢穴 抱着已经凉透的虎仔 山君在空荡的山林里独自哀鸣 另一边酒井接连失败 虽然知道整座制衣山都是巨虎的领地 但要想在茫茫大山中抓住山君 他只能去找德书帮忙 然而不管酒井怎样劝说 德书都不答应跟他一起对付山君 最后酒井无功而返 可德书不知道的是 他的儿子小事想当一名捕猎手 于是便瞒着父亲来到日方的营地 得知他是德书的儿子 日本军官二话不说给他配了枪 就这样小石正式加入酒井的捕虎队 经过短暂的修整 一支全副武装的队伍朝着制衣山而来 年仅16岁的小石也在其中 但这一切都是酒井计划好了的 原来他想利用小石毕德书出手 此次进山的队伍兵分两路 酒井带着捕虎队进行埋伏 还将另一只虎仔的尸体坐而布置陷阱 小石则跟着一部分人负责赶虎 他们在山林中敲锣打鼓 谁知酒井的队伍埋伏了半天 也没见山君上钩 反倒是赶虎队这边出现了状况 只见他们手里的猎犬开始骚动不安 甚至正脱绳所下的落荒而逃 紧接着一声哭笑残变山林 现场所有人都被吓得愣在原地 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 面对气势如此庞大的赶虎队 山君不仅没有逃法是正面硬钢 随着虎王山君缓缓现身 赶虎队的气势瞬间崩塌 看着面前闯入家园的人类 山君发出怒吼露出獠牙 很快一些胆小的人开始慌张逃窜 但人又怎么跑得过老虎 随着山君发起无差别攻击 越来越多的人倒在血泊之中 小石在面对如此血腥的阴露 也早已被吓得当场愣住 没过多久负责赶虎的人都命丧虎口 唯独躲在大树后面的小石没事 然而下一秒山君便发现了他 也许他知道这是德书的孩子 为了报答当年的救命之恩 山君并没有伤害小石 而是转身慢慢离去 可谁知变故却在此时发生 小石身后的日君竟拿着枪对准了山君 此举惹恼了巨虎 随着他的转身扑来 吓得小石也立马拿起了枪 当酒井听到动静带着捕虎队赶到时 现场已经没了山君的身影 只留下便宜的尸体 如同人间炼狱一般 随后他发现了浑身是血的小石 但此时的小石胸膛破裂 眼见就要活不成了 他求酒井叫来父亲 可酒井出于私心并没有救治对方 而是带着人前去追赶山君 但最终也没能追上 这时终于有人记起小石 当一帮人赶回去找他时 却发现小石不见了踪影 眼见天越来越黑 酒井知道山林里的动物会出来觅食 他猜测小石已经被野兽叼走 身受重伤的男孩被两条恶狼拽住 此时他已无力反抗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恶狼将自己分食 没错男孩就是小石 他被恶狼叼走带到潮雪 正当狼群准备饱餐一顿时 山君来到小石身边 看着眼前的不速之客 狼群虽然吓得瑟瑟发抖 但仍然不愿意放弃嘴边的肥肉 于是恶狼率先发起进攻 可身为虎王的山君 岂是他们能打赢的 仅仅一个回合狼群就败下阵来 随着山君的一声哭笑 恶狼被吓得四散逃去 然而小石已经没了生命体征 可山君接下来的举动 却令人出乎意料 只见他来到小石的身边 默默地守着他的尸体 另一边酒井此次围捕损失惨重 但他也发现山君受了伤 于是劝日本军官趁热打铁 经过他的一番劝说 军官决定派遣炮兵队轰炸至一山 此时德书这边也得知了儿子的死讯 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痛 使得他伤心欲绝 这时山林中传来动静 原来是山君把小石的尸体送了回来 德书看着面前的独烟虎 认出他就是自己当年救下的小狐仔 而山君则是看了看德书 才缓缓走向了丛林 德书抱着儿子的尸体悲痛欲绝 这边山君回到了巢穴 他轻轻地舔着两只幼崽的尸体 此刻两个父亲的悲伤和恩怨 似乎无言地交织在一起 此时为了捕捉山君 军官开始对制衣山进行了大面积的轰炸 山君听到响声最后看了一眼孩子 便跃出巢穴猎杀那些入侵家园的人类 他在轰炸后的大山里神出鬼没 但只要一现身必有人发出惨叫 随着山君强有力的反击 入侵丛林的人全都命丧黄泉 可长时间的战斗也让他受了重伤 这时早就埋伏一旁的九警 趁着山君精疲力竭使开枪击中了他的头部 接着捕虎队又用绳索套住山君的脖子 看着眼前动弹不得的巨虎 九警走上前想要亲自报仇 当他举枪准备射杀之时 山君却突然正脱绳索 随着他的一跃而起 九警被山君拍飞了出去 但受此重伤的他仍不死心 还想挣扎着拿枪 此举惹恼了山君 将九警撕咬致死 面对如此凶狠的山君 捕虎队的成员吓得瑟瑟发抖 最后眼睁睁地看着山君离开 自知命不久已地他来到德书的住处 如今一人一虎的命运和其相似 他们都失去了家园与亲人 但早年结下的恩怨 也是时候做个了结了 最终一人一虎达成了共识 山君走向丛林 德书则是一把火烧掉了住处 之后他便带着猎枪 向制衣山的最高峰赶去 那里正是虎王山君的家 因为捕虎行动的再次失败 日本军官便派遣部队搜寻山君的潮雪 可环境的恶劣使得他们损失惨重 而德书此时却已经登上了山顶 他在洞穴口静静地等待着 夜幕降临山君走出潮雪 一人一虎的决战也就此开始 电影的最后德书与山君双双跃下悬崖 他们宁愿选择欲试剧粉 也不愿成为敌人的战利品